2号是内地无意小长假的第二天 假期出游热潮高涨 内地的铁路民航公路客流 持续保持在高位运行 预计2号铁路发送旅客为1700万人次 安排加开旅客列车共1094列 铁路方面 2号出行客流以中短途旅游和探亲为主 除北上广热点地区外 福建太宁 甘肃天水等各大旅游景点 所在城市的铁路客流量也较大 五一期间 除国内游备受青睐 出入境游也持续升温 20号特铁路口岸出入境旅客人数 较平日增加50%以上 众多外国游客乘坐中猛国际旅客列车 从20号特铁路口岸入境 再前往其他国内热门旅游城市 民航方面 2号全民航计划执行航班16480班 受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 南方部分机场可能会出现航班延误情况 相关机场已做好延误旅客服务保障预案 公路方面 预计2号高速公路网流量也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今年五一假期 陕西兵马俑 华山等各大景区客流激增 已接近饱和 西安秦始皇帝林博物院更是堪称火爆 据景区统计 五一假期前两天 入园参观人数高达6.4万 预计3号将达高峰期 警区采取多种举措疏导客流 包括延长参观时间 实施监控人流状况 临时限制管控等 以保证游客参观体验和质量 确保秩序平稳 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